这位环保志工也是新庄区外里长游秀连夜间部同学 他正忙着将里长买回来的大竹哨把进行改装 而从事水电工的梁容中 则说出自己席的做哨把的这项小技巧 竟是从模仿开始的 当我的改装后一支纯套就筋多冬 在扫这个筋奏的 在扫 扫这个宽度 我们把它冲得开的 看的 扫的变枝更看的 扫筋奏效果更好 因为一支重达4至5公斤的竹哨把 志工反应 平直拿着它打扫时很吃力 尤其是契机设下的狭隘空间 打扫起来更不容易 经由梁容中分装改版之下 不仅竹哨把的重量减轻到1公斤左右 也让志工朋友打扫环境时 更加轻便有效率 老师傅有点重 这种白质比较小 然后乌桌的腿放下去 还比较好 本身我们老公就是我们的环保志工 因为我们环保志工在在扫楼下的时候 就是这些扫酒都很大极的 买来都很大极的 志工有繁衍 因为我们厄桌外的家 或是我们的车家都穿不进 所以这样比较少 所以我们改了之后 继续轻变 这样扭扭就都扭得出来 此外落实政府推动环保支援回收政策 不是一句口号 旅长分享的秘密在其中 我们这个白质有回收在利用 我们把这个扫酒扫扫都圆起了 那些白质我们都把它扣回回 还要一些扫酒扫扫 还把它倒回回回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 落实环保再利用 看似不起眼的竹哨把 借由创意改良之后 不仅成为环保志工打扫的最佳利器 而且还让居住家园变得整洁干净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